然后后调的是香草 加上这个叫什么 龙烟香 龙烟香是什么东西 这是金鱼的尿 真的 排泄物 我一开始以为它扭开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 它拿出来是连着这个的 结果我再听你的扭 你知道吗 我就说 怎么扭了半天才是车步 然后我一用力一打开 哎呀妈呀 这里面还有一个黑的东西 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是在哪里 你买了这个 从中国滑到加拿大 加拿大滑到中国 省张机票 这个才多少钱 七块 才七块钱一张机票啊 下一样东西 也是The Ordinary 加的这一款 叫啥呢 Niocinamide 10%的Niocinamide 加上Zinc 1% Niocinamide 好像是烟氨酸 烟氨酸 就是一个酸性的东西 加Zinc 就是一个 新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呢 就是对你的 比如女生 其实男生也可以用 女生呢 经常长痘痘 然后长完痘痘之后呢 它会有闭口 就是用它的话 那闭口会 闭得更快 是 然后就会 修复你的脸 会比较好一点 平滑一下你的脸 觉得蛮不错的 这种 还行 然后这个牌子 The Ordinary家 就是价格一点都不贵 然后它里面的成分 就是 但你闻起来有点不舒服 这是实话 是 因为它 它这家 弄的就是一个成分的 一个 所以你要是 想要闻这种东西的时候啊 不要像我们这样闻它 是像我们老师 这样教过我们 打开了之后 让它散发 然后这样过来 因为很多东西 一旦有毒 或者你身体过敏的话 有毒的东西涂脸哈 对 你万里过敏吗 是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 就是如果敏感肌的人 你不要轻易的用它 我建议是不能用 如果你不是敏感肌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对这个产生反应的话 可以问一下别人 你不要不要不要 可以问一下那个销售 你被拍 买了回来之后 你就拍了过敏了 完了 你对不对 你对不对 你要用你的手在这里 试一试 你试一试 然后24小时之后 看看有没有reaction 如果没有的话 你才能上脸 这样子 就是对你皮肤的一个尊重 还有负责 对 下一个 放回去 直接问人 又是一个 下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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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eyless 这个也是新出的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呢 这家跟The Ordinary家 就是competition 他们主攻的也是一个成分的一个 一个 商品 产品 然后呢 他们也是那种价格低 然后只追踪成分的一个 company 然后这个呢 你这么说的 他们好像很良心的样子 这个是 读一下 Sacene Sacene Asset 它是一个 也是针对 痘痘机的一个女生 然后 痘痘机 痘痘机 或者你有 就是红斑 就是 就是redness 那种 你就可以涂在这上面 你可以大部分的涂 或者你可以点涂在你的 那个痘痘那里 然后它第二天呢 就会削 痘痘会削得比较快 然后它的 它的颜色是蓝色 浅蓝色 你要不要打开 给人家看一下 这浅蓝色的一个质地 你有用过吗 我没有用过 我是新尝试的 因为它也是最近才 普通机的软 可以啊 它也是最近才上市的 然后我看见它 那个 蓝色吧 肥蓝是吧 然后我看它的官网 像wasabi 我看它的官网 它说 它这个 这款 这个cream的质地 会根据 天气 温度 温度的 度数 改变它的颜色 所以现在看上去 就是这颜色 它如果它热一点的话 它会变得更加深的 变没了 你涂上去有什么感觉吗 啥感觉都没有 是不是 不是 比那个20块钱的 跟那个20块钱差不多 下一个是一个香水 你应该很喜欢 我刚 那时候 刚开这个 拿出这个香水的时候 那个 看谁激动 说 这香水是送给我的 谁激动 结果我说 想 都 没 不过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用了 你 你拆开吧 然后给大家说说 你的 是什么味道的 我也有在这个 我的iPad那里 查了一下 它的前调 中调 后调的味道是什么 要不你来介绍一下 我不要 因为你说了也没人听 你说啊 这个 我特 这两罐当中 我特别喜欢 它那个自由 自由的 那个 就是Libra的那一块 贼香 贼香 这是我用过 这么多香水当中 最喜欢的一款 你要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 OK 包装 它的包装是怎么样的 嗯 没有说特别吸引我 它就是 也是原牌子的一个包装 但是它就是一个7.5毫升的一个 7.5毫升的一个size 叫做Libra Libra 你看看 这Libra 它叫做 如果你要想男性朋友 我信 自由之水 它叫 这么掉 Libra是自由的意思 对 你看这个东西 属于清甜少女的 假如你是一个 想要去跟一个 年轻一点的男生去约会的话 你图一个这个 那个男的会被你 你的神魂颠倒 然后它的 它是一个花香型的 我真是说实话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 我最喜欢这个 然后它的前调呢 是一个橙花 还有柑橘的味道 然后它的中调呢 是薰衣草 还有橙花的味道 然后后调呢 是香草 加上这个叫什么 龙岩香 龙岩香是什么东西 这是金鱼的尿 真的 不是排泄物 我已经涂了 然后 香吗 香 你要闻闻香吗 啊好香啊 然后我信心是用这个吧 这个是叫做黑鸭片香水 可以 黑鸭片香水 然后你 它是一个咖啡花香味 你读一下 它前调中调 后调 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给你们读一下价格 30ml要770块钱 77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 你都买很多米 买很多包子 买很多肉 结果买了什么呢 7.7L的 它是30ml 我这是7.5ml的 嗯 所以是很小 就是它的 然后它是咖啡花香型 咖啡还有 然后黑咖啡 柑橘 香水闻久了 会特别晕的 但是这款香水的确 它之所以有黑污 就是黑鸭片的这个称号 就是因为闻多了会晕会上头 嗯 我问一下 谁 我现在就刚刚闻了一下 我就有点晕了 这个会给人家很relax的感觉 然后就是就是成熟一点的女生涂这款香水会比较适合一点 是的 你看着了 反正我个人品味呢 是喜欢这个 我也喜欢那个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 像小酒瓶一样 不好意思 这个包装好看 而且它味道呢 也不算 到了另外一个年龄的时候呢 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 你会喜欢这样的产品 那你要是说少女啊 20多岁的话 20多岁的东西的话 你跟这个20多30多岁的话 40多的时候 就是30plus的时候用另外一款会比较好 25plus 20plus也行 但是一般人这个太难了 你只要成年的就行 好 下一个是这个也是一个卸妆的 是斯福兰家自己家的 之前我没有用过 因为就是因为斯福兰 有黑有白 这是一个 就是油和水分离的一个 水油分离的一个卸妆水 然后因为那时候 斯福兰家他七折嘛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 斯福兰家自己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看他的 要不要摇摇 我看他的review特别的不错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small size的 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size的 他用之前要摇的 喝钱摇摇啊 这是common sense啊 喝钱摇摇 死掉了 死了吗 差不多了 死了吗 我试试摇啊 他能摇匀吗 说实话 他摇匀之后就是成了一个蓝色的水 你打我头干什么 然后这也是斯福兰家的一个lip scrub 我之前在影片当中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他的lip scrub就是特别好用 就是给你的脚 就是嘴唇去角质的那个 然后特别好用 然后这个是一个min的一个flavor 就是一个薄荷的flavor 然后也贼好 你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 是不是薄荷的味道 他还有条线 你要把它打开扭就好了 一下就没了 他骗你的 他骗人的 真可以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棉签 也是Sephora家的 那时候为了臭丹 大家知道 臭丹这个才三刀 臭丹 有这么长哦 好闻吗 不好闻 他不是mainflavor的呀 其实 我还以为他的薄荷香味会很浓的 但是他是这样 里面有一点一点的一个东西 好奇 到时候看看好不好用 再给大家备一下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为了臭丹买的一个棉签 三刀 然后还有一个 哦还有一个伺服男家的 还不错说实话 你是啊 你是lips girl 干嘛用呢 去角质啊 你没有发现你的嘴巴那里现在有一滴滴滴的东西吗 没有啊 有 我都看见了 你用你的嘴巴上下上上摩擦一下 像这样好像抿唇膏那样子抿 抿唇膏那样子抿 抿唇膏那样子抿 他才能帮你去角质 然后嘴唇马上变白了 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伺服男家的一个指甲油 如果大家发现的话 我已经试用了他的指甲油 最好看 这个化妆布还有这么多位置可以给我们用 别用了吧 有啥用你的时候 去角质的 你 你要live on your lips for five minutes why do you 我没有角质 你看嘴巴马上要红了 那东西我不喜欢 突然之后变白了 我没有想到他的味道不是那种面的flavor 而且辣的 辣的 辣的 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好吧 我到时候用完把最真实的感受发 就是share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的手指今天涂的一个指甲油 哇这颜色贼好看我超喜欢 你喜欢吗这颜色 必须喜欢啊 但是他这个就是好迷你啊 他这个才7ml 多少钱 7块钱 ok 然后他是这么一个的 我贼想 我一开始以为他扭开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 他的拿出来是连着这个的 结果我在 我在拼命的扭你知道吗 我就说怎么扭了半天才是初步来 然后我一用力一打开 哎呀妈呀 这里面还有一个黑的东西 才是真正扭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是7块钱哈 啊 对 而且他的质量好很多 听着 这个东西 还有 废话了 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是你前期追女孩子 必要的东西 就是说你送一个这种东西给他 看他什么反应 他如果反应好的话 你继续追 反应不好的话 就算了 把药回来 哈哈 我开玩笑 开玩笑 不算了 六七块钱吃顿饭吧 对不对 吃顿饭 吃个汉堡 哈哈 我要笑死 但是你要送 他原来 你知道吗 他这么说就是他之前就是这么追我的 没有 大家知道了吧 这个东西你送给姑娘 你不会太太low 也不会给女孩子太大压力 对不对 但如果说女孩子看到这东西 原来是7块钱 他就说 才7块钱的东西你好像送给我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追求你姑娘 对吧 物质女生是吧 对 物质女生我没有说她不好 但你可以选择不追求她这个姑娘 有些男的他就喜欢追物质姑娘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钱 他光花钱他就能买到感情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是不是他不用花时间 因为他时间可以吃更多的钱 但如果你不喜欢那物质姑娘的话 没关系 你送给他之后他如果嫌弃的话 哦 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明白了 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 要不要继续去追求她 那这个东西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很精致很有意思 而且真的是 颜色贼好看 对啊 而且你不用涂那焦焦的东西 他像摸起来光滑的 是很光滑 就是涂了之后贼光滑 特别特别好 质量蛮好的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两个sephora家的这个 就是这个是面膜 是一个珍珠面膜 它是专制于什么来着 就是perfecting and brightening的 就是perfecting and brightening 作用的一个面膜 是给脸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角膜 然后这个角膜没用过 所以我想试用一下 因为听别人说 就是Rainy 他之前有在他的视频上说 用了这个角膜贼滑贼滑 所以我就想用一下 那他走路会摔跤吗 不会 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 你买了这个 从中国滑到加拿大 加拿大滑到中国 省一张机票 这个才多少钱 七块 才七块钱一张机票啊 水上飘啊 绝对经典啊 绝对划算啊 有点夸张 最后一样东西了 是这个 笔合 哇一个嘴唇的笔合多迷你啊 是一个Huda Beauty 如果你带这个去上班的话 上课的话老师会打死你 为什么 这笔合哪里得罪你了 然后这个呢 是Huda Beauty的一个lipset lipset 你要起到作用的 他里面有三样东西 有分别写一二三 就是你要按照他的身序来 涂的 首先这个呢 是一个呃 纯线笔 纯线笔 它这个颜色是bom shell 然后我给你涂一下吧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一个呃 有颜色的笔 像一个豆沙红 就是偏暗的 比较裸一点的豆沙红 我试一试给你涂一下 给大家 你涂哪里啊 唇 磨了这个唇之后 它才这个吧 你能弄好一点吗 对 上嘴好丝滑耶 贼滑它这个好东西上哦 你涂上去感觉如何 上嘴 有什么感觉吗 开心 你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颜色跟你的lips 本来的颜色还蛮接近的 就是先描出了它的边之后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就用它这个唇釉了 它这个唇釉 它这个唇釉的颜色也是bom shell 我先给你涂一下 bom shakalaka bom shakalaka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我先给大家涂一下颜色 噢刚刚那是铅笔 这个就是那个 铅笔 唇釉的颜色 我给你 正常 像你刚刚涂那个啥一样 然后它就是这个比较水的质地 哎呀好像涂出来一丢丢 铭一下 铭一下 铭到了吗 铭到了 它这个 它这个不算是特别 它这是裸色系列的一个唇釉 我给你抹 抹匀一点 一般欧美的女生就会喜欢涂这种裸色系列的 然后它其实就是这个颜色 你不要怼我 你看 从来中是这个颜色 然后 然后它这个呢 干了之后它不掉色 那我洗了掉吗 洗了掉 你用那个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你别弄我 然后它唇笔的颜色是 就是一样的颜色 就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了 如果你想你的嘴唇 叮叮叮叮的话 那你就要用这个 这个是闪闪的 我不想了 闪闪的一个 它叫wrist 然后我给你 这不用涂很多 就 点涂一下在你的嘴巴那里就好了 在中心那里 抿开 像刚刚涂那个一样 哎呀嘛 点涂太多了 你抿一下 我给你弄一下吧 因为这边太多了 你装红肉还是中心吗 你装红肉 你装红肉 你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变闪不行的那一种 变白了 像生病的样子了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这东西要不要买啊 我感觉 唱发曲啊 我感觉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好 主要它颜色不是特别的深 然后不是特别好看 黑人买的 呃 我试试我试试另外一个方法啊 吓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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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你过来 你干嘛呢 不要不要 不要弄 可以当那个liquid eyeliner 你给大家看 我给你弄弄好一点 可以当liquid eyeliner 你突然这个之后 你说刚从做来手术回来 别人都信了 我跟你说 你看眼睛又强瘁 眼睛又小 嘴巴又白 我的天哪 这都叫道具来的 什么人最好需要 去道具组啊 大家看看 还是那张纸 还有这么多 你可以换一张纸 哈哈哈哈哈哈 你啥子吗 好样的笑子 跟男朋友 开美妆 你看 红了吧 是不是健康必备啊 养生品啊 送给你爸妈 你爸妈每天图一笑 哇 开一只星星 跟一个牛逼男票 一起开 开箱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 嗯 谢谢 然后 全部的赠品 用钱花的 用钱花的 用钱花的产品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的那个sample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换来的一个 然后我贼生气的一件事是什么 因为它是黑色的 那时候我跟你说 那个 哦 就是本来有三个的吗 然后我不知道我以为只能选一个 然后结果我只拿了一个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你可以三个都拿的 因为它是一个trio 就是三样 就是他们的海盐啊 玫瑰啊 然后这个 是三个一set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了这个 因为我只有这个没有试用过 所以我就想试用这个 结果 之后看见小红书 我就说怎么 那里有三个 那么奇怪的 然后我后来回去看 原来你可以点三个 我贼伤心 我那时候然后我后来就 贼伤心 我贼伤心 然后后来我就 就跟那个客服聊了一下 我就说 我不知道你们原来可以三个都选的呀 然后后来他们就给回了我200的积分 我就说算了 我又不行 就是我那时候问他我 你能不能重新寄过给我 然后他们说不行 然后他们已经out of stop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给你200积分 我就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要200积分了 也没办法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ct的一个定装份 给大家看看有多小啊 这是0.8G的 官网上说的那个5G 就是骗人的 当然我买这个的时候 我大概都已经了解到了 因为他只有那个0.8G 3.4G 好他最大的一个size 所以我其实下单的时候 应该多多少少有预料到了 然后他只有这么小一个 这个不用钱 这是sample来的 我现在收的全部都是sample 然后这个贼小一个 贼小 但是他虽然小哦 他武装俱全哦 他里面还有一个镜子给你哦 还有一个镜子哦 然后他下面就是这么一点点 跟一个1块钱硬币 差不多的一个 我可以拿这个来装硬币 可以 但是他还有镜子给你 就是 很漂亮 这东西很漂亮 就很迷你 然后拿了三个 三个迷你香水 迷你香水 这个是哪一个的 这我不知道是哪个brender Mason Lewis Murray 然后这个是这个什么 这个Paco啊 这个 然后这个呢是Tom Ford的 一个香水 三个小 三个小样香水 你捡起来 掉了 三个小样香水 然后还拿了什么呢 你现在命命馆都是你吗 不是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 Christopher Robin的一个 洗头 还有conditioner 一个sat 然后还有拿了一个 Dermalogical的 一个 exfoliating的 一个powder 然后还有一个 smashbox的 一个primer 然后还有一个CT的metric cream 然后就是每个都买好 哦 原来掉到这里来了 刚刚那15%的那个 你把它放回去先 你放哪里了 免得到时候不见了 我就拼命的找 还有一个去哪 是的 这是这些 给你们看看 我最喜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什么 登登登 Sephora的盒子 里面有相当大的内称空间 你可以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放报税单 放钱 放首饰 放什么都可以 哇 太划算了 那我没说 呃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开箱了 嗯 这是我们的开箱视频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啊 救命啊 这个男的没用的 请 请请 请 订阅我们 然后 评论 然后 还有什么 关注 订阅和关注是一样的 你问一个问题 让他们在下面留言 没有人问的话呢 我很尴尬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听到最后呢 好 问一个问题 让他们下面留言 问一个问题 假设 姑娘 要跟makeup有关的 呃 这么多化妆品里面 最希望收到的是哪一份礼物 女生 女生 男生 在一个节日当中 最想送什么样的礼物 你最想要男朋友或者男生 送给你的礼物是什么呢 请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给我们 点赞订阅加关注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啦 救命了 真难的 好 拜拜 拜拜啦 好 好 好的 好 或者会把 企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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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